大家要注意,大家要注意的是,我们在这里不是作为一个个体,一个个人来到这里,我们来到这里是一个基督教会的一个群体 当您需要外出,我们一起外出,您会在酒店,当您需要外出,您会要求外出,您会要求外出。 除了大家聚会活动的一些时间,如果大家要出门,要跟我们打个招呼,我们知道你去哪里,不然呢,就好大家就呆在你自己的房间,或者呆在这个房间。 所以一个好的集体的活动,就是大家都要参与,而不是你自己的独自的活动,我在一边搞你自己的事情。 坐在树下,坐在树下成年。 所以,陈定学,唯一的仪式坐在树下成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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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不是在一个公园里面! 在一个公园里面。 那一些连弟兄Eric,他和我我们在学习宗教。 其他人去华船去了,你们在那个书下面学圣经。 然後呢,回到教會以後,那個Eric就決定受洗。 如果你真的想在一個樹下沉下糧的話,那麼你就拉一個人到樹下去跟他學生進去。 我們很感謝這個教會,陳弟兄和陳姐妹他們在這裡。 他沒有翻譯。 我們要感謝神恩典,給我們弟兄姊姊姊姊努力,好多工作做的。 所以我們有這個機會。 還有特別要感謝那個李彥,從四川這麼遠,她是媳婦來參加。 歡迎你們來。 當然,這一次我們有耿姐妹,還有楊教授,還有他們的兒子。 也是第一次來參加。 希望大家都能夠享受這一次的禁修會。 也希望大家這一次呢,從中學到一些東西,而不是空手而回。 今天呢,我們要學一些英語,上一堂英文課。 你們要完全就像你們的天賦一樣,完全。 你們要完全就像你們的天賦一樣。 完全。 一堂英文的天賦一樣。 如果大家都學得好的話呢,對我們最後的這個有講問答是會有幫助的。 我們大家都知道,一個人要成為一個完美的人,從人的角度來說是不可能的。 非常好。 因為聖經也是這樣說的。聖經告訴我們,因為世人都犯了罪,虧缺了神的榮耀。 甚至有一次,耶穌對他的門徒打了這樣一個比喻,就是說,落陀穿過針的眼,比財主進神的國還要容易。 陳弟兄自己的本身的經歷,他也說明了這個問題。 在他幾十年的傳道的過程中,他還沒有看到一個非常富有的人,真正的願意去受洗成為一個基督徒。 如果教會裡面有一些比較富裕的基督徒,他們都是在這個教會當中長大起來。 在我們的經歷,在我們的經歷,in my experience, it's easy to see, this rich people is very hard to follow Jesus。 在這幾十年的傳道過程中,陳弟兄也經常看見非常富有的人,對他們來說非常難以做出這個決定來跟隨耶穌基督。 這些人呢,尤其是非常非常富有,非常豐富的財富,但是呢,到了教會,尤其是在最後做奉獻的時候,他們卻是非常不甘心情願地做出奉獻。 有些富人呢,有些富人呢,他們也捐錢,他們捐錢的其中的一個目的是為了,因為最後要報稅的時候,可以扣稅,可以幫助他們扣稅。 所以,他們呢,不願意寫這個支票,他們呢,不願意寫這個支票,因為你寫了支票的話,很容易查到你到底捐了多少錢。 所以,他們都付現金,所以他們都付現金,但是呢,一般人捐現金的話,他不會捐太多。 所以呢,我們教會呢,有一個傳統,如果你想要教會出證明,你捐了多少給教會,這樣你可以捐你的稅,那麼你必須要寫支票,我們不收現金。 所以呢,如果你付現金的話,我們教會是不會給你寫收據或者出證明,因為我們無法查證你到底奉獻了多少。 剛才我們說了,耶穌基督打了這個比喻,一個婦人非常難以進天國,這些門徒呢,就覺得非常的驚奇。 那麼,就直接對他說,如果是這樣子的話,那還有誰能夠得救呢? 這裡有一件事情大家要注意,耶穌說的是要進入天國。 那些門徒,他們是清楚的,他們清楚進天國的意義,就是說要使你的靈魂得到拯救。 那些門徒,他們實際上是清楚的,他們清楚進天國的意義,就是說要使你的靈魂得到拯救。 所以,在讀上下文的時候,大家要串起來就會發現,耶穌說這些財主進神的國,非常的難。 但是呢,門徒問的是,誰能得救呢? 所以,就是說,兩個意思是一樣的,就是說進神的國和你得救,是同一個意思。 那麼,耶穌就看著他們說,在人是不能的。 但是呢,在神,凡事都能。 所以,耶穌提出了這個說法,要完全,要向你們的天父,要完全。 從人的角度上來說,是不可能的。 那麼,這就是為什麼我們要找到神給我們指引的路。 I hope David will follow my logic. Human is impossible. 所以,尤其是希望David,因為他腦袋比較... Yeah, my... Wrong translation. 因為他要教聖經的課,所以一定要提醒他。 因為他要教聖經的課,所以一定要提醒他。 他實際上,他的聖經就是一定比我的功夫。 因為人間的不可能,我們要找到神的道路。 因為靠我們自身的能力,從我們人的角度上來說,要成為一個完全的人,是沒有辦法,是不可能的。 所以,我們要做的就是要尋找上帝的給我們指引的路。 看上帝教我們怎麼樣做。 然後,我們就找到了哥羅西書的第三章一到五節。 神給我們指引的路就是讓我們藏在耶穌基督裡面。 這樣,我們與耶穌基督一起藏在神裡面。 我們與耶穌基督一同藏在神裡面。 下面呢,就把這個聖經,哥羅西書三章一到五節給大家讀一下。 所以,你們若真與耶穌基督一同復活,就當求在上面的事。 那裡有基督坐在神的右邊。 yeah,raised,the word raised should remind you that at a time when we were baptized into Christ, we buried,we buried,we buried and raised with Christ. 那這裡說的復活,實際上就是我們受洗。 我們受洗是一個讓我們的罪生死去。 然後有一個重新崭新的魂的生活,是一個重新的生命。 所以叫做復活。 所以第三節,你們如果連下來,因為你們已經死了。 這裡指的死,就是指我們受洗的時候,我們的罪生已經死去。 for you die with Christ,is at a time of baptism,you die,you bury and raise with Christ together。 我們受洗的過程,就是跟耶穌基督已經把罪生重新埋葬,然後重新復活一個新的生命。 那麼你們怎麼樣與耶穌同死同生呢? or don't you know that all of us who were baptized into Christ Jesus were baptized into His death? 那是羅馬書第六章第三節。 所以你們不知道我們受洗是歸屬基督與祂一同埋葬。 We are therefore buried with Him,through baptism into death,in order that just as Christ was raised from the dead through the glory of our Father,and we too may live a new life。 所以你們每一個受洗的人呢,都是歸屬基督批上了耶穌基督。 所以你們每一個受洗的人呢,都是歸屬基督披上了耶穌基督的。 所以你們每一個受洗的人呢,都是歸屬基督。 披上了耶穌基督, 替代了耶穌基督。 因為我們受洗的時候, 我們是要歸入耶穌基督。 這是我們講到一個非常關鍵的一點。 因為我們要像我們的天父完全一樣。 唯一的辦法就是神給我們指引的這條路。 上帝給我們指引的路是什麼呢? 就是讓我們和基督一起藏在神裡面。 耶穌基督也說, 我與父緣為一。 其實當我們藏在耶穌基督, 我們已經在神。 所以大家要想清楚這個道理。 基督與神是同一個。 那麼我們藏在耶穌基督裡面, 也就是藏在神裡面。 所以耶穌基督說, 我與父緣為一。 耶穌基督與父神, 我們的天父是同一個。 所以當我們藏在基督裡面, 也就是藏在神裡面。 所以在聖經裡面, 實際上給我們指引的一條非常簡單, 非常清楚的路。 所以我們要像天父一樣的完全。 就是我們要受洗歸入耶穌基督。 當我們藏在耶穌基督, 因為基督與父緣為一。 那我們就已經在父神裡面。 所以我們成為上帝的一部分。 所以我們像天父一樣完全, 因為我們是天父的一部分。 我們非常地幸運, 非常地感謝主的恩賜, 我們找到了這些聖經的道理。 我們總是說, 上帝是各位都是蒙上帝的師父, 才能找到這個基督的教會。 在我們身上, 我非常感謝主的神, 我找到了聖經的聖經。 那麼陳基雄,他為他個人, 他也非常地感恩上帝。 給他這個智慧, 能夠找到這些聖經的章節。 但是最關鍵的是什麼樣的人你才夠資格接受神的洗禮成為神的一部分呢? 不是世界上所有的人都可以的。 我們已經說了很多次,我們教會處在一個非常好的地理位置。 很多的人他們路過,然後這個教會進來看一看。 但是走過了以後,他們願意留下來的就是非常小的一部分。 只有那些留下來,並且留著足夠長的時間的人,他們才有真正的機會接受理會這些真理。 我們非常高興有些小孩子還有年輕人,你們今天也來參加這個聽修會。 我知道Richard 現在坐在那最後面,他也聽得非常地認真。 Richard 是從生下來就在這個教會。 兩個星期還是一個星期,生下來以後,就到第二段教會。 那麼要什麼樣的人才有這個資格接受洗禮成為耶穌基督的一部分呢? 從耶穌基督的第二章三十六到三十八節。 是彼得,是彼得,彼得對以色列人這樣說。 彼得說, 彼得說, 彼得是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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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那麼從彼得開始,他們向全天下宣佈。 他們被以色列人害死的這個耶穌是主,是基督。 而這是上帝的安排。 當這些人聽見了彼得給他們傳講的這個訊息。 那麼這個信息是什麼呢? 耶穌基督是主,是基督。 但是呢,以色列人做了一件非常罪惡的事情,他們殘暴地對待祂,並且把祂釘死在十字架上。 而現在呢,被他們釘死的這位耶穌已經復活了。 所以當眾人聽見這個消息,他們曾經略帶,曾經粗暴地對待,釘死在十字架上的耶穌,被主列為基督。 是我們的主,他們心裏面覺得非常的扎心。 扎心就是感動、難受。 It's about the same way. When come to be perfect, as a Father is perfect, is humanly impossible. 那麼就像是,要成為像天父一樣的完全,從我們人的能力和角度是不可能的。 所以這些人,以色列人也意識到他們犯了一個非常大的錯誤,犯了一個非常大的罪。 因為他們殘暴地對待了一個無辜的善良的人,而這個人呢,現在成為救主,成為基督。 所以他們非常的害怕,擔心,不知道這個時候該做什麼。 所以他們就問彼得,那麼現在我們該做些什麼呢? And Peter said, Repent, depart from your sin, and be baptized every one of you, in the name of the Lord Jesus Christ, for the forgiveness of your sin, and receive the gift of the Holy Spirit. 那麼彼得對他們傳講的辦法就是,你們要悔改,離開,遠離你們的罪,奉主耶穌基督的名受洗,叫你們的罪得赦免,並且領受所賜的聖命。 OK,Now we have come to God's way, is hitting with Christ in God. 那麼我們現在就來到神教給我們的這個辦法,就是藏在耶穌基督裡面。 那麼怎麼樣能夠藏進耶穌基督裡面呢?就是要接受主的洗禮。 那麼哪一類的人才有資格接受洗禮呢? 那麼我們現在要談一下,你們藏在耶穌基督裡面的一個見證。 從一些見證,從一些事情上面,我們可以看出來,這個人是不是真的在耶穌基督裡面。 像現在耶穌基督裡面,坐著非常地端正,並且聽得非常地認真。 那麼大家看到有些人在這裡睡覺了,我們就知道你可能昨天晚上沒有休息好。 所以每一件事情你要分析的話,你只要注意觀察,都很容易找出它的一些證據來。 那麼從陌生的角度來說,從他的眼光,也非常地容易分辨出,這個人是不是真的相信耶穌基督。 甚至甚至他可以感覺得到。 當你那一天踏進這個教會的門口,他就能感受到。 你怎麼樣走路,你的行為是怎麼樣子,都可以看得出來。 從這些細小的事情上,我們都可以判斷出,你對主的信心有多大。 在這世界上你要做一切的事情,你都需要拿出證據來。 所以今天我們給大家列出一系列的證據,然後呢,你們可以自己對照,查驗你自己,對主的信心到底有多大。 我們不是不對你進行檢查。 但是呢,希望你們對照來檢查你們自己。 第一,我聽說你們聚會的時候,你們聚會成為教會。 你們聚會,你們聚會成為教會。 我正確會,這部分很重要。 那麽所有的受習, 得到救援的人, 他們都會聚在一起,共同的敬拜神 當他們聚在一起的時候,就形成了基督的教會 所以這個證據是非常的清楚的 就像前天 跟黃王差不多高的一個小王 山東一般出高個城 他走進教會,他給神弟兄說他希望到教會來 他的家庭,他的父母,他的爺爺,奶奶,他們在中國都去教會 我非常高興看到這些年輕的人找到教會 他們問他,你在紐約待了多久呢? 他已經來紐約三個月 那麼陳弟兄繼續問他,你去過什麼教會呢? 但是他說他沒有去教會 三個月沒有去教會 那麼他沒有去教會,他就不是教會的一部分 那麼他就不是和神接基督一起藏在神裡面的那一位 這是非常容易非常清楚 他沒有其他人教導他這樣做 所以這些證據是非常清楚的 我們在這世界上做什麼事情呢?都要找到清楚的證據 這裡呢,為了強調,我們專門把它大寫 那麼我們會講,你會說 你會說,如果你們在神聖人的聖人的聖人的聖人 你們星期日是不是到基督的教會去做禮拜? 如果你的回答是是的 如果你的回答是是的, 那麼我們恭喜你,你和耶穌基督一同藏在神裡面。 如果你沒有的話, 那麼你不是和基督一起藏在神裡面。 所以我們大家都可以看到, 這個證據實際上是非常簡單、清楚。 我們非常感謝神, 今天我可以把這個道理講得非常透徹、非常清楚。 沒有人可以曲解、可以誤解、可以不明白。 非常簡單、非常清楚。 那麼沒有人可以欺騙你,你也不可能欺騙你自己,來說服你自己。 所以我們來到希伯來書的第十章、第二十四節。 讓我們彼此激發好的行為。 那麼這也是另外一個非常重要的證據。 那麼在你的日常生活中,你是不是對那些好的行為感興趣。 而大家聚在一起,敬拜神是其中的一個證據。 那麼在你的日常生活中,你的好的行為是另外一個非常好的證據。 回應神,你的時間到時候什麼時候了? 時間到了12點多啊? 到12點吧? 到12點,到12點啊? 去來找人。 到12點心。 到12點啊? 你還是要去睡覺,你走來趕。 我们要和基督藏在神里面,所以我们要经常的聚在一起,成为一个教会,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证据。 当我们聚在一起的时候,我们是要享受这个我们在得到的救温。 43年前,当我第一次到明尔市,我还不明白这些道理。 但是他明白一样事情,我们有一些兄弟是在餐馆打工。 有很多人在餐馆打工,他们想卖教会,但是因为时间的原因,他们来不了。 所以,这里给大家把这些事情说明白。 当有些时候,人们告诉你,我愿意来信上帝。 但是呢,星期天正好是最赚钱的时候,如果我们星期天不上班,我们就没有饭吃。 所以,在那时候,我愿意来信上帝。 那么,实际上,在那时候,神弟兄就已经找到了给他们的回答。 那么,就是说,如果你不能来教会,星期天敬拜神,那么你现在就还没有条件,还不能信耶稣。 所以,经常呢,我们希望对他们非常友善一些。 我会说,我会祝祝你,当你退休时,你还会记得来基督的教会。 我记得,陈弟兄还记得有一个餐馆的老板,他还有15个座位的车。 他有很长的一段时间,一直停在教会的外面。 他等待他的工作人员来一起,然后乘搭到这里,在纽约。 他总是在那里等,等他的餐馆、打工的人来了以后聚在一起,然后呢,到上桌去工作。 他就说,陈弟兄就出去跟他交谈。 他就告诉陈弟兄说,等我退休时,我有时间了,我就会去教会。 很多年呢,有很多的餐馆、打工的人说过同样的话,但是这么多年,从来没有一个人真正的有时间了,会回到教会了。 我说了,但是我现在说,我现在可以看得非常清楚。 因为你必须要完全像你的天父完全一样。 耶稣这样说,你必须要这样做。 当人的能力、人的角度来看不可能的事情,那么你唯一要做的就是向上帝寻找答案。 看上帝要求你。 其中一个最明显的证据就是,星期天,你是不是在神的教会敬拜成。 那么,就像圣经中说的这样,如果我们知道了这些真理,但是不需要按它来行,那么等待我们的就只有犯罪。 那么,我们期待的结果就是只有一个。 那么,最后等待耶稣基等待神的审判。 有时候你要说出这样的话来,非常的需要勇气。 但是呢,我们必须要非常清楚,非常的明了,就是你必须要成为教会的一部分。 如果你不在那里,那么你就会有这个危险,会下地狱。 那么,圣经中也说得非常清楚。 人如果违反了摩西的律法,有两三个人做见证,就可以把你处死。 会当时的刑法是毫不怜悯的。 那么,你们就会得到,那么你们再想一想,如果你们践踏了神的儿子,为你们用血买来的这些恩典,你们会受到怎么样的惩罚。 这里把不去教会敬拜神说成一件非常严重的事情。它是形容称你践踏神的儿子,将那使他成圣之约的血当作平常。 这三条中的任何一条,都是非常重的罪,都足够使人下地狱。 那么,我们可以像耶稣基督一样,跟耶稣基督一起承受天国的荣耀。 我们可以把这些章节经文一条一条的排列出来,把这些逻辑弄得非常清楚。 那么,我们下面来到哥罗西书的第三章四到五节。 基督是我们的生命,祂显现的时候,里面也要与祂一同显现在荣耀里。 所以,这非常地清楚,如果我们常在基督里面,当耶稣基督到荣耀的时候,我们也一同显现在荣耀。 所以,当耶稣基督得到荣耀的时候,我们也同祂一同得到荣耀。 因为我们与基督一同藏在神里面。 那么,还有另外一个非常重要的证据。 所以,你们要支持你们在地上的肢体,就如同淫乱、污秽、邪情、恶欲和贪婪。 在我们基督的教会里面,这些事情是不容许存在的。 在陈弟兄传道的基督教会里面。 在其他的基督教会里面,这些事情也发生。 甚至传道人也被抓到凭乱。 只是我专家联酋的地方,有你弟兄一起多两个眼睛帮忙看。 所以,在陈弟兄传道的地方,这些事情不容许。 但是,实际上,很多的教会,甚至是基督的教会,不仅是这些事情存在,甚至有一些传道人,他们也参与了作为这些罪恶的事情。 我们并不是在这里要纯心议论其他的教会。 我们只是非常感激上帝。 当这些事情在教会中发生的时候,他们自然而然地离开了我们这个教会。 因为他们受不了。 因为他们受不了,陈弟兄在讲台上给他们传的这些道。 因为我们非常直接了当地告诉他,你做这些事情你就要下地狱。 那么做出这些事情的人,他会在下面坐不住,他自己就会走掉。 甚至陈弟兄曾经只没点性地告诉某个人,如果你再做这些事情,你会下地狱。 他们不愿意听,所以他们就离开了这个教会。 但是呢,感谢上帝恩典,陈弟兄太后我们在这里。 让我们走诚实地,如在日子,不在暴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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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在罗马书的十三章十三节,行事为人要端正,好像行在白昼,不可荒厌醉酒,不可好色邪当,不可真敬基督。 第1个,我最后来说诚实地。 我会翻译成诚实地。 第1个,诚信,诚信。 我们经常听听诚实地是最好的政策。 第一个honest,我们中文翻译成专政,其实最接近的是应该翻译成诚信 诚信最好,诚信,美国这个社会的根基就是要诚信 诚信是可以说最好的准则,是我们在这个世界上为人最好的一个准则 你也系列的孩子跟媳妇诚信,不要向我上,需要上了你,就不是我 诚信是非常重要的,所以我们在这个世界上诚信是非常重要的 Darons Trump like to say, make America great again, if America is great, because he practice honesty 像我们现在的总统,Trump,他经常说要让美国重新的伟大起来 但是要怎么样伟大起来,那么最重要的就是要找回这个社会上的诚信 每个人都要诚信 当陈弟兄几十年前,第一次来到美国的时候,你会看到,到处都贴着广告 尤其是在基督的教会里面,他们最信仰,生活中最重要的三件事情 第一件是诚信,第二件是诚信,第三件还是诚信 我们总是谈讲诚信,每个人,人与人之间都充满了诚信 所以大 bazis giảmo figna 在基督的基督教会里面,像很多东西是不必要的,我们实际上决定 不必要寫下來要簽字,要寫什麼證據,留下什麼證據 大家說了就算,說了就做 就像英文說的word of man 我就是說話的男人,說話算話的男人 你說不說話,說話不算話 你們聽清楚我講幾句話,說了就算,有兩個意思 說了就算,就是沒有認識的意思,算了,說了就算,就是真的做的 說了就算數,兩樣的 所以,像錢,我們在神的信仰,可以說兩樣的意思 一是,我們真的信仰神 另一是,我們只信仰神,不是人 就像鈔票上、美元上都寫著我們信靠神 但是那有兩個意思 一個是,我們真正的信靠耶和華,信靠唯一的神 所以,美國曾經是一個非常誠信的社會 所以他們一直強調要誠信,誠信,誠信,誠信 所以,這就是有一個非常好的證據 你這些人是不是一個誠信的人 我非常幸運 我非常幸運 陳姐妹信仰她說的每一句話 当陈弟兄告诉他,他每个时间,他会在哪个地方,那么他一定到时间,他一定会在哪个地方。